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月出乎是一個美好的月份 很多人要在這個月份結婚啊 他們是否有預期到 在五月之前竟然被求婚了 然後也現在要在我們康熙 宣布他們的求婚影片 或者是已經懷孕的消息 好 我們歡迎六位明星 妳們好 來 所以今天我們要先請 黃小柔小姐坐下囉 好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好棒 好了 穿高跟鞋就可以站吧 還好啦 真的嗎 不要在那邊跑來跑去就OK 不要起來蹲下...就可以 她講的故事妳相信嗎 她是因為拍驗孕的戲 然後拿戲中的道具驗孕棒來驗孕 發現自己真的懷孕了 怎麼戲劇話 這太戲劇話了吧 對啊 妳講的是真的嗎 沒有啦 沒那麼誇張啦 沒有啦 是怎樣 是因為那場戲讓我決定 就是我是不是要驗個孕這件事 我懷孕後面站的鬼 OK嗎 我沒有懷孕... 我沒有懷孕... 還在找我的老公 應該會嚇到娘家耶 英靈... 你長得七年還會長得好 對 因為現在胎教很重要 你可不可以走開 不好意思... 這個是妳一起念的事嗎 結婚這麼快速就... 完全沒有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要在年底 而且我們沒有在很拚命的 在做這件事情 她是很抱著期待的 她是覺得她沒有碰... 她沒有跟另外一半驗過運過啊 對 她搞不好就是有 覺得她才很害怕 然後後來她就一看 然後我就說那裡一條槓 她說一條槓的意思是什麼 我說所以是兩條線 她說對...前面一條喔 後面也一條 我說恭喜你... 就是有了 對 然後我就說恭喜你當爸爸 然後她就...她就蹲在那邊 走吧... 她蹲在那邊蹲了好久... 然後她就自己 喝... 因為我先生年紀比較大 是 小如當初有一個女士團體對不對 然後齊慧也是當中的團員 是... 我們一起懷孕 不是一起懷孕 一起有了喜事 你沒懷孕吧 我沒懷孕 所以晴慧是被求婚了 對 我被求婚了 在去年的10月9號 恭喜 在泰國 然後好像小燕姐有加入 扮演某一個女士團體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老公是那個小燕姐 他們公司的製作人 所以那時候 不是啦 我以前是這一位女士團體 她是說唱片公司的 對 她叫阿龍 然後她是一個吉他手這樣 無樂不做大家有聽過嗎 有 這是她寫的嗎 對... 她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嗎 對啊 妳也認識她啊 對啊 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啊 對啊 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啊 那妳老公很有才華耶 很有才華 但是長相的話就有點帥 妳是不是... 喂 到底就是... 就是說醜啦 其實她故意... 我沒有說 她就故意這樣講說老公 有才華型的 反正老了還不是都長得一樣 對啊 我覺得她越老越帥 這話有在安慰人嗎 沒有 誰... 好 齊惠先請坐吧 知道沈玉琳當牧師的是哪一個 是我 妳的求婚... 妳的求婚是沈玉琳當牧師嗎 這樣哪會感人 來... 因為我的求婚是把它安排在一個 日常生活當中 在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玉琳哥都扮演一個神父出來 做見證的話 那個...我覺得那個衝突是滿大的 但是我是會生姿啊 你會生姿啊 對啊 求婚這麼多 對啊 好像惡診一樣耶 這樣可以嗎 因為玉琳哥有個天生 跟她可以帶動氣氛的那個魔力 那我覺得因為現場有很多 是我們的素人朋友 很怕現場他們會覺得尷尬的事 我覺得除非是老婆很喜歡沈玉琳 不然沈玉琳都沒有必要出來 她在看電視看來玉琳哥 都是會偷笑的 那就好玩 我跟你講 這兩項天的故事很可怕 因為她們等一下會告訴我們 她們選太太的標準 就是選擁人 對啊 不是... 沒有... 沒有 太可怕了 對 小肉跟你講喔 就是這兩項天當中有一個人 之所以求婚是因為另一半 幫她把衣櫥的衣服 照著顏色排列整齊了 為什麼我會了解 不知道是誰 妳可以想像 這是在娶太太嗎 那我覺得她們兩個 的確會有這樣子的怪癖耶 沒有 她們兩個 一個是因為另一半 把衣服排列整齊了 另外一個是因為 等...她等了遲到超過六小時 另一半都沒有翻臉 她就覺得這個人可以去 所以她們要去的 是庸人的身體 一支嘛 好 還會請坐吧 曲姐 好嗎 曲姐 等一下再辯解 好 太可怕了 然後還有這兩位 是不是今天最不可思議 這兩個人要結婚嗎 對 我不知道你們的事 妳這節是勉強的吧 沒有...是非常非常... 因為我們節目見過令尊啊 是 應該是令尊的壓力是 你必須要結婚吧 沒有...反而... 你真的要結婚 是 我真的要結婚 是... 我一直想結婚 是圈內人嗎 是 就是... 哪一個圈 我也是跟他同事啊 對 也是舞台劇 我們有見過的嗎 其實他太太上過康熙了 是 可是很久沒有來了 顏家樂 顏家樂 對 顏家樂 對啦 顏家樂什麼事 所以你們一直都是在交往的嗎 中間有分開 但是前後加起來 也有六年多了 對不對 他真的是壓力好 因為他又在回櫃子裡面 來 已經打開了 沒有...是很開心 沒把你的櫃子鎖上來 沒有... 庭侍潔一直都沒有散發出 在交往某人的氣氛耶 對... 散發出貴子 他有一種置身事外的 而且剛剛我的助理 剛剛他就說 他是在當婚顧嗎 是啊 你太沒有結婚氣死了 只是我一直非常想要結婚 但是一直沒有勇氣跨出這一步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 直到英國合法化結婚 沒有 我是真的希望 能夠自己實力 再堅強一點的時候 能夠給對方一個很好的未來 你的事我們要研究一下 好 這邊請教練 這位小姐的婚禮品 是最厲害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求南方 要送一隻黃牛耶 對 是真的喔 真的有黃牛 沒有 因為我們家入港的古裡 是在... 請問婚顧專家 小燕有聽過這個習俗嗎 目前還沒有聽過 而且是他們現在是真的 要做這件事耶 我想應該是有辦法 可以解決牛這件事情 可是要去哪裡買牛 我想我們可能就來去農莊吧 農莊 爸媽是說那個牛要拿回去你家 還是說只是拍個照就送回去 不是 因為其實他... 他主要是因為我... 牛要拿回家 因為... 牛要拿回家 他剛好看一下入港的古裡 他就說在禮車前面 要放一隻大黃牛來開到 然後我們後面 那禮車後面還要放... 所以他坐牛車嗎 可是牛車很慢耶 你的車子會不會太快 所以我們後來有討論一下 你說你要幾月結婚 五月二十號 我看你臉會花到不行 如果坐牛車的話 還覺得都熱死 對啊 對 就是黃牛開到 可是後來就是省略了 就是說還是不要 最重要的是我爸就想說 那就是簡單的十二里 就什麼阿公里 阿嬤里 叔叔里什麼里 不行啊 妳要有牛 妳才會冠軍啊 妳一定要有牛啊 可是太難找了耶 妳就跟農夫借一頭牛來 OK吧 可是因為我們要飯在台北 那整個交通會堵塞耶 有牛也就是打敗他們 牛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超牛的地區最牛的女藝人 超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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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牛的地區最牛的女藝人 超牛的 我有想說因為太... 他... 鼓裡又不是這樣講嘛 對 他主要就是要那個黃牛 起牛然後吹笛一直吹 要牛啦 要堅持 所以老公是真的人嗎 老公是真的人啊 妳是完全沒有介紹過他對不對 對 他非常的低調這樣 他是哪個行業的 他是做那個活動... 活動那個行銷的 就公關公司 所以可能是跟妳 因為工作而認得 對... 然後長得帥嗎 我上次有破他的照片 有那個朋友說他長得很像黎明 內地的朋友說 黎明是帥的啊 他是說真的內地的朋友 因為我就破到微博嘛 內地的朋友就說 妳老公長得很像黎明喔 那妳手機可以借我們看一下 黎明的照片嗎 好 我早早 OK 恭喜妳 請坐 郭氏兄弟呢 上一次來康熙的時候 郭彥均被我們硬把他的太太 抓到節目裡面來 對... 然後我們就稱讚他太太 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前一陣子才知道 他們兩兄弟 有為了他們的太太誰漂亮 稍微比賽了一下 結果郭彥甫說出口的話是什麼 你知道嗎 郭彥甫說 因為我太太比較漂亮 他長得像小S 那一定是你太太比較漂亮啊 對 非常厲害 是我非常厲害 哪有像啊 根本不像 可是你真的要講這句話嗎 有啊 有一個媒體問我 他都說 所以彥均講了他太太 像別的明星嗎 我說我太太像陳妍希啦 那當然是小S比較漂亮 都很漂亮 所以你有在愛S喔 就是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皮膚說實在很好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來康熙我幾乎都是看康翁哥 我是少看過來這邊 要不然就是看這邊 對 因為我覺得我對到眼睛 我會不專心 你知道 怎麼辦 他現在求婚了 可是他對你還是有... 因為他現在還是不看你耶 不是 他這樣好嗎 不是 我是抱著景仰 所以S可以介入... S可以介入你的婚姻嗎 當然是應該 不要吧 不要... 所以你真的是本來不想娶她 我沒有...我本來不想娶她 只是說我交過很多女朋友 這個女...這個女生特別的不一樣 我有一次她在家裡 我有一次 你知道嗎 我在家裡 然後我出去工作了兩、三個小時 他真的免疫了 他可以看你 然後...沒有 因為這樣講 就可以順理成長看 你很想看嗎 是不是 然後呢 然後我就出去個 大概兩、三個小時 是禮拜六一個活動 然後一回來之後呢 衣櫢門打開之後 我就一陣涼風吹向我的臉 什麼 然後呢 不是 你太太走了 不是 然後我就心頭一陣酸 一陣酸 怎麼了 她把我的衣服從白排到黑 就像調色盤一樣 那怎麼會是酸呢 應該是很喜樂吧 驚喜吧 不是 她是...她非常就是 沒有什麼生活規矩的人 你怎麼知道 沒有 她的衣服就是很亂 但是我去她家的時候 發現他們家的那個衣櫥 就是弄得非常非常整齊 我想說這不可能是她弄的 而且T恤是一件一件 像外套那樣掛... 所以你到那一剎那 才決定要娶她 不是 那一剎那我就發現說 我心酸主要原因是因為 原來我要的是這個啊 以前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女朋友 妳要的只是一個會打掃的人 不是 沒有任何女朋友會做的 張錡惠喜事將盡 開心到黃池羅斯 錡惠這一次的被求婚的過程 是在泰國 對 在泰國 而且是我毫無預警之下 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年 我們都會去泰國是指導的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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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客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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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錡惠叫喔 用拿花號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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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啦 什麼啦 洗漱跟戒指 洗漱跟戒指 所以郭忠祖 你要通知 你的每一任女友說 你希望衣服照顏色排列啊 不然他們怎麼叫你的罩門 是這個呢 沒有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要的只是這樣 所以你以前歷任女友 都沒有人排列過 所以萬一前 某一任排列了 你覺得我們這樣健康嗎 就這集播出後 每個男生回去打開一齣 你覺得他也是反例 那男生壓力會很大耶 就全部都在求人嗎 身重喜餅給大家 現在為什麼兩個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中式 一個是西式的 那誰得到中式 誰得到西式 你們可以自己分配 隨便我們是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子讓...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 比較長輩的朋友對不對 他們可以 我覺得可以給他們中式的 而且我們的婚禮 也會在比較中式的那個飯店 然後吃西餐嗎 對 那種... 中式的那個 都會有... 都會有... 自己才會... 一個三婚紗 一個三婚紗 兩個人不一樣 剛才已經把那個未婚夫的照片 黎明... 黎明 其實還好啦 這樣子等一下沒有很像 我會很害羞 因為我... 因為我看到你爸的照片 我看到你爸的照片 我看到你爸的照片 因為我...我的桌面上 都是放我們家 全家的照片這樣子 是這樣 有像耶 有像嗎 有像... 很機質 不差... 我覺得雖然不是那麼像 可是其實是帥哥啊 很像某個港星 可是不是黎明 對 很像某個港星 像張智霖那一類的 還滿帥的耶 可是辦活動的人 應該接觸過很多女明星吧 對啊 妳的語氣是... 妳的語氣是怎麼會這樣 很驚喜 很驚喜 沒有 其實她會選中委員 是因為有一次... 妳把衣服照顏色 不是... 是因為一根不熟的香腸的關係 一根不熟的香腸 因為我們... 是要開皇教嗎 不是... 而且還不熟了 是真的啦... 是真的 因為我們在鹿... 就是鹿港 我們是除戲的時候 他就來鹿港天后宮吃湯圓 所以我們就第一次見面 什麼東西 等一下 這是一個活動嗎 在鹿港天后宮吃湯圓 不是...就他特別來找我們 你們約會是在天后宮 天后宮 對啊 所以這個人是爸媽介紹的嗎 不是...他是在活動認識的 你們初次約會約在天后宮 除戲那天跟爸爸媽媽 吃完團圓飯之後 他就來鹿港然後陪我吃湯圓 最後那時候很像我姐姐 她買了一個... 妳怎麼會除戲把人家叫出來 沒有 是他自己... 他自己也願意 他想要給我一個驚喜啊 所以會這樣 應該已經是交往一陣子了吧 沒有... 初次約會 除戲夜 在天后宮 對 是真的 要鑑定對方是不是妖怪 什麼 然後我們兩個去媽媽一起吃湯圓 然後剛好我姐姐就買了香腸 就我一根 他一根 然後我姐姐一根 然後吃吃到一半 他就突然不吃 我想說妳幹嘛不吃香腸 結果我就把香腸 他的香腸拿去吃 結果他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貼心的女生 然後不在意什麼口水什麼之類 然後我最後才知道 妳初次約會就把南方 沒有吃完的香腸 拿過來吃下去 妳這樣會不會太隨便啊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啊 那都是錢啊 妳這個是很過...很調情耶 而且第一次約會就吃香腸 對啊 這太調情了 第一次約會吃湯圓 然後吃香腸 不要 對... 通常跟香腸也不是一起的菜啊 不是啊 因為他就覺得怪怪 然後我不知道 我就把它拿過來吃 到之後我們交往快一年 所以他才跟我說 其實那個香腸是不熟的 然後他覺得我很貼心 沒有烤熟是不是 妳也沒發現 對 我也沒發現 他放下不吃 是因為那個香腸沒有烤熟 那妳吃的時候 他也不提醒妳 對啊 沒有 所以說隔了一年 都發現他身體沒有事 這個沒有健康 抗力很多 對啊 他沒出來的香腸 妳吃這叫做董事 或者是貼心 因為他覺得不拘小潔 因為有些女生比較容易 就是會在他面前假裝 因為畢竟他看過了很多 所以他是試過很多次 不同的女生就想想吃一份 對 然後打去 太血了 打他打他 然後過去吃一碗 這只有你把它吃掉 這應該是仙女其緣的 另外一個反過 而且是... 他剛才有講說 他老婆是會做什麼家事 才打動他的嗎 他等他六小時不翻臉 司機那一位是不是 不是... 對... 像我們的工作 像我們以前拍... 我們以前在拍真命的時候 你記得嗎 我們一早去 然後被拍... 你不要找他講話 他心情很差 不是他講話 對嘛 他覺得事情本來還好 原來康熙宣布以後 就沒有退路 他現在覺得很煩 因為我很開心的合法 現在玩太大了吧 不客氣過了 他怎麼會拍那部戲 其實跟智傑是同一部戲的 他是把衣櫃打開 發現服裝拍得很整齊 然後迪迪姐把衣櫃打開 他把自己關進去 自己關進去 那我們的... 好 對不起 所以六小時的故事 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難去固定 因為有一次我跟他約 我中午十二點發班嘛 我一場戲而已 就是我們拍真命的時候 我想說六點就可以收工了 所以我說那你六點來 陳品等我好了 因為我在東區拍嘛 他說那你來陳品等我好 好 等等... 他那時候還在上班 等到六點的時候 我們還沒拍完 可怕的是還沒輪到我拍 然後我前面還有兩場戲 前輩要先拍 然後我說完了怎麼辦 我說你要不要先回去 他說沒關係... 我可以等一下下好了 OK 好 等到十點 然後他就...我就... 我打來再說 還沒到我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那我先回家好了 然後他說那你回家再跟我說 OK 到十二點 他打給我 他說你還沒結束嗎 我說還沒 他說我還在這邊等 他還在等嗎 對 他還沒... 他還沒回家 但是他就在那邊繼續等 但是他的口氣 完全沒有抱怨 完全沒有...就是生氣 我說那你一個人 在那邊不會無聊 他說不會啊 這邊好多書 可以看 好好玩喔 是啊 書店還滿好關的 我就覺得... 所以是這句話打動你是不是 對 就夠了 你叫他在街上等等看 沒有 除了在書店之外 現在麻煩你移到敦化南路 去找書店 沒有錯 有斑馬屁股的那一段 好可愛喔 像他有時候我在錄影的時候 有沒有 他也會在那個素食店等我 他會找到一個可以插電 可以充電的那個地方等我 他很愛等你 是他生... 他為什麼不回去等他收工就好了 可是他不喜歡 他喜歡 因為他是單親家庭 其實他們的生活就是淡淡的 淡淡的 淡到你無法想像的淡 對... 所以維持了十年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跟所有我們自己身邊的朋友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們又是在這個演藝圈裡面 你說誘惑很多是不是 誘惑很多 其實就只有誘惑而已 但是他... 演藝圈只有誘惑 不是有別的東西嗎 不是很講 你在演藝圈只有這種感覺嗎 不是 我是說如果說... 如果... 他每次在上高戲都不管我們聊什麼 要把你當成是誘惑 對... 不是在你做誘惑的 我沒有在念藝圈 對... 沒有... 我是說如果你要選擇 對啊 選擇他選擇 有很多選擇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點是... 我覺得非常不簡單 很驚人 對我來講 齊惠這一次的被求婚的過程 是在泰國 對 在泰國 而且是我毫無預警之下 因為他其實已經籌備了兩個多月了 但是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年 我們都會去泰國副局長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齊惠加油了... 齊惠 齊惠放鬆 去補級長幹嘛 衝住我... 去補級長 玩 每一年都去同一個地點 對 每年都去同一個地點玩 因為就是有我們的回憶啊 例如說睡同一間房間 同一張手這樣 怎麼可能每年去同一個地方玩 真的... 這樣有好玩嗎 下次帶你們去很好玩 不要 為什麼要去你們新城 可是萬一你們要住的房間 被訂走的話 就變成沒有安裝那個... 就住隔壁間啊 住規格一樣就好了 等一下 你們願意每一年 去同一個地點玩 像我跟我老婆 我是...我跟她是在台大的那個... 台大的一個校園 校園裡面的一棟大樓裡面那邊 就是那個...就是表白的 然後我們每年的那一天 都會去外面拍張照片 好像毀病啊 好像毀病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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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你要每次那個照片 看那個... 看那個過程對不對 對...你每年可以看 自己有什麼變化啊 什麼的 我覺得很酷耶 所以妮可白 你每一年都要回天后宮拿香腸 對啊 但是我們這一次拍的婚紗 是去天后宮附近的老街拍的 我老公要求他在天后宮拍 然後也是吃香腸嗎 這個沒有 沒有吃喔 妳有扮的媽祖嗎 沒有 李志傑趕快發高燒 去要求嚴家能量體溫 過年前我起... 有一點點起床之後 忽然就開始發燒 但我們家沒有體溫器 我就打電腦 我說我會來人家量一下體溫 如果真的很嚴重 我就去醫院 這算是開紅燒嗎 絕對 還沒可能耶 可是娃娃有紅耶 我講完這句話 她有沒有笑 她沒有笑啊 她就說 因為她知道我發燒 她就說 妳趕快來量啊 如果這樣 還在追蹤啊 結果也說每一年都要去普吉島 對...去普吉島 然後之後就... 因為她那天一到普吉島 她就是一直... 就是水土不服 然後一直在拉肚子 那時候呢 我也沒有想太多 但一直到晚上六點半的時候 她還是沒有帶我去餐廳吃飯 還是繼續的在拉肚子 然後我那時候一鼓火就起來 想說我好餓啊這樣子 那之後呢 她就說 Baby...我好餓喔 然後我已經拉完了 那我想要去吃飯 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搭肚肚車去Hot Rock 就是一間連鎖的那個餐廳 那點一點 我老公就說 Baby 我肚子好痛 我想要去...又想要去拉了 然後我就說 心裡想說你也太多屎了吧 就是也沒有吃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一直拉... 然後之後她就去廁所 然後那時候我說 然後一... 然後就...我就在玩手機 然後玩完之後 我就...那個服務生 就叫我看右邊 然後因為我是這樣做 然後右邊是電視 然後我一看 然後我就跟服務生說 My friend 然後我跟她 因為電視機出現了 我的一個好姐妹 那個悟兄 一個藝人 然後我以為當下呢 她的偶像劇 紅到了泰國 是 所以電視劇都在播她 偶像劇這樣子 對 然後一看 不對 然後音樂出現了 然後是要求婚 只有你們這一桌在播 還是整個餐廳都在播 只有我們這一桌在播 對 所以還有阿力 然後之後還出現 然後亮哥 補學亮亮哥 小羽 然後阿福 然後還有孤子老師 就是他們一起唱的這首歌 然後送給我這樣子 那小燕姐也有在裡面祝賀 然後最後連老公有出來嗎 有 之後有 不然呢 就是摸完無聲無息 還在社索賴賴賴賴 過年特別簽話 對 然後最後一句是小燕姐說 你們還在等什麼呢 你們還在等什麼呢 用氣音嗎 對 用氣音 然後電視就按了 然後我老公就從那邊的樓梯 叫什麼啊 怎麼會規劃這麼準確 對啊 就拿花號戒竹 戒竹 怎麼了 怎麼了 是喜宿跟戒竹 不是看耶 喜宿跟戒竹 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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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朋友 那些出現在畫面中的人 都在現場 沒有 就是幾個而已 你們好朋友 大概七個 我們今天會看到這個影片 會的 我有帶我們的求婚的影片 給你們看 好 我們來看求婚影片 我在吖啡 早上 我坐在旁邊的 我會在哪兒 我會在旁邊的 我會在旁邊的 我會寂寞 在旁邊的 我試過 嗨 妳好 琪輝 妳怎麼會看到 怎麼會看到妳 妳知道有東西在妳身邊嗎 妳有在妳身邊嗎 妳一個人吃醬嗎 哦 是 嗯 其實琪輝啊 妳是常常吃到妳的魚乾了 這樣妳覺得 嗯 這件事很好會 在幹什麼 妳全部人 我要帶妳們 妳先不可以 剛剛噴一邊那聲 為什麼有音 我讓妳知道 就是啊 來 上海 妳可以 我有些話要跟妳說 妳是不是大便嗎 對啊 只想要跟妳講的一件事就是 我希望 我可以一直牽著妳的手走下去 然後 妳願意嫁給我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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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妳等了一個多月 終於等到了 然後是一個妳喜歡的 對 因為我是雙子座的 所以我很喜歡有精細的感覺 OK 對啊 而且我老公 其實剛剛聽彥虎彥君在講 就是我覺得我跟他們女朋友 還滿像的耶 因為我老公說 為什麼他會想要 就是下定那一刻 想要跟我求婚 但是因為就是我們有一起種花 那他看我在照顧花草的時候 把他們照顧得很好 就很像是可以 照顧一個小孩子 然後就是看著小花逐漸長 女生們會忙死耶 就是吃香草 然後掛音 我種花草 加水檯什麼 就是他看我每天就是在外面 然後就是會減花減少 所以男生逗得來就是要一個 會照顧人的人嗎 不是 我覺得是貼心 細節 男生其實也滿注重細節的 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都貼到我們的心裡就夠了 真的 這些都沒有辦法說出來 為什麼要求婚 這些事情 什麼什麼 沒有... 你們看他臉色越來越長白了 那個求婚其實是很老孟 那你要說出一個 你為什麼會願意取他的臉嗎 我非常開心 不... 不...我剩下金董 他答應了 不是...真的 所以顏家樂一開始就認定你是 可以長期交往的人 是 然後你們這六年來就一直在一起 我們中間有分開過 分開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 不是啦 不是啦 然後顏家樂就是說沒關係 就是跟麥克回國了 麥克回國來台灣了 就是分開就是因為結婚 大家對結婚的實聲表想法不一樣 他希望快一點嗎 還是麥克... 他希望快一點 那你為什麼要脫 我也沒有...我也沒有脫 我只是希望說我們能不能 再存一點錢再結婚 所以最近是因為存錢到了 符合你的期望呢 不是 因為我之前 其實一直沒有跟他講 明白這個東西 我就是說我希望多少 那他是說他希望... 他不會完全沒有愛在裡面啊 他講這個 不是...真的... 他希望多少... 他希望多少 沒有啦 他是把麥克的故事 套到顏家裡 麥克... 麥克到底是誰啊 沒有... 結婚我們也不叫 那後來... 等一下 你們現在... 你求婚了沒 求婚了...也提親了 所以你求婚了 求婚的過程是什麼 我真的一直在找一個 非常恰當的時間點 我一直都找不到 我自己甚至於有找朋友出來聊 我在設計 都沒有辦法讓我很滿意 我就每天帶著那個鑽戒 每天包包帶著那個鑽戒 然後跟他一起 我就覺得如果哪個時間 到那個時間點 我就要把鑽戒拿出來 我也是帶著心心膽跳 那鑽戒知識外的東西 我就知道每天背在身上 麥克... 麥克到底是誰啦 麥克到底是誰 有沒有 結果有一天... 我覺得他的戒指可以伸縮了 結果有一天在過年前 我有一天起床之後 忽然就開始發燒 然後就覺得病得很嚴重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們家沒有體溫器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 我可不可以 如果真的很嚴重 我就去醫院 因為那天... 因為那天是禮拜天 好精采 也不是 這算是開航空嗎 我覺得完全符合 這很跟沒熟的香腸 我這是健康救育太好的事 太好了 我還要進去看他就說 我要跟你家想量體溫 這個什麼暗號啊 什麼意思啊 好深情喔 我是說 你家體溫器可不可以借我量一下 不是 我要來你家 然後... 我們不要聊這個 然後... 不是 你講了這句話 他有沒有笑 他們有笑啊 他就說 因為他知道我發燒 他就說 你趕快來量啊 如果就... 什麼爛筆啊 對... 你放在這裡 趕快來量 我本來一天是怎麼完全變了這樣 然後於是 有沒有像很爛的色情片 一邊出來 那天是禮拜天 醫院都沒有開門 然後我就趕快覺得時間到 然後我就趕快抓著戒指就坐劍車 到他家去 然後到他家就直接量體溫 請他幫我量體溫 然後一量39.4... 是口寒的體溫劑喔 不然 是... 因為在弄耳溫槍啊 怎麼會那麼舊時代 一量39.4 然後他就... 好嚴重 你這樣趕快我們去急診 快 你錢包拿著就好 帶健保卡就好 然後我就從包包摸戒指出來說 我那時候真的已經... 十月晚 對 我就... 除非你嫁給我 天啊 你竟然還使出這一招耶 這算苦肉祭吧 然後他的表情 我就記得非常清楚 他的表情就是這樣 走啦 他為什麼不高興 因為他覺得 你浪費了這個求婚 我希望你可能是一個很美 很浪漫的 但是我有跟他講 我說後來... 而且是不是底季節高少修 認錯對象 對 他一定要在自己高少修 才能夠做出這個... 他這個... 郭彥甫求婚超帥氣 小外社請未婚妻討工到 好不好 再來 可以拍嗎 我剛剛可以沒有照片 我剛剛不是說 她輸油頭穿西裝 然後這個衣服都在... 我問你朋友請我 我先來頭髮 你現在是我們賣店 你老頭如果畫這畫面 已經氣死了 然後要補拍 對 妳可能還有 對 因為我是剛好去主持彰化的跨年 到最後那一刻的時候 我因為剛好蟲蟲哥是特別來賓 他就邀請我跟他一起合唱 那我就唱到一半之後 我就聽到影韵有個聲音很奇怪 很奇怪 然後一轉過去 答應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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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原來是我老公 然後他戴著鴨舌帽 就走出來跟我一起合唱 天啊 然後就跟我跪下來 他不是不想被大家看見嗎 所以他打扮得很古怪 然後戴鴨舌帽超低 可是跨年一定會有人在轉播耶 可是看不到他 還是看不到他的表... 他的整個臉 因為他戴得非常的低 後來大家有... 就是那個蟲哥跟小鐘哥有介紹說 他是我的男朋友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 大家都很高興嗎 對 大家就是也一起說 嫁給他... 然後就嫁給他 就全部三萬個人就說 嫁給他... 我就...就很感動這樣 三萬人喔 超多人 對啊 這很感人 很感人 因為可能三萬人 其實要聽後面的歌 對 趕快聽這個歌 所以妳當時哭到 後面還能夠繼續主持嗎 後面還是有繼續 因為後面還有放煙火這樣 對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 很浪漫 讓妳高興的程度 對 還滿感動的 可是郭彥甫有覺得你的求婚 還是勝過這些嗎 我安排這個求婚呢 其實是在大概半年前 他有一次在車上跟我說 你還欠我一次求婚喔 那時候已經決定要結婚了 我就把時間故意抓在 我們拍完婚紗 拍完婚紗 一般女生覺得... 可能就覺得說 夢滅了 我這輩子應該就沒有求婚了 怎麼可能拍完婚紗 還沒求婚 對 我那個時候都還沒有求婚 我是想要做一個 口頭上先說我們要結婚 女生應該可以接受吧 就直接走向婚禮 但是她是一個比較... 不行 我好多朋友他們都沒有被求婚 後來現在只要每次一喝醉 我跟妳講 老娘就是沒有被求婚 所以我現在才有消息 要求... 對 口頭上講很沒誠意耶 對啊 對 就是因為很沒有誠意 而且我看她每天在那個 YouTube上看那個 有的沒的那個求婚影片啊 那些浪漫影片 我就聽到音樂 她大概知道是什麼樣子 我就找了圈內的朋友 圈外的朋友 還有她的朋友 我就一個一個打電話 我說你們都是她常常在電話裡跟我 常常在我身邊跟我說的人 那一天 拜託 上班時間你們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對 中午吃飯時間來都好這樣 然後呢 因為她每個星期二都會去寵物店 去洗狗 因為她是個非常守時的人 她不會說因為下雨天就不去 我就抓住這一點 然後我就通知寵物店說 然後那一天你叫她十點送來 然後兩點送走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 在前一天我就打電話給所有的朋友 能夠來就盡量來 結果現場來了 大概有五十個左右 我說 那個時候我大概七點送她去 上班之後呢 我就趕快衝回家 把西裝掛上去 去拿彩帶啊 去拿彩球 去把那個拉炮全部都準備好 一個女生朋友陪我 然後還有氣球全部都準備好 我就到現場去 現場的那個寵物店 已經幫我載了一個車而已 我就把車停下去之後 然後我就去布置 貼紅...貼那個什麼 所以寵物店願意讓你這樣子布置 對 我在一個月前 就跟他們說 我就貼紅毯 然後我在飛機上寫Round Down 鏡頭要怎樣... 我就把它弄成像MV這樣 然後找了四組的那個攝影機 也是四機 四機 他們家兩台 一台是跟他 然後一台是跟他們家的那個環境 大概十二點的時候 店員就說 那個咪咪好囉 可以來接 然後我就這樣 快點快 叫我馬上來 他說那個 因為等一下那個會有六隻貓 所以貓會來洗澡 所以現在馬上來這樣 然後他就掛出門了 出門了之後我們全部整裝 20分鐘之後鐵門拉下來 紅地毯鋪著 外面只有兩個人 然後就...外面兩個人 然後就是他摩托車 騎到現場的時候 牽他下車 然後走紅毯 然後我拉門這樣出來 然後跟他求婚 然後跪下這樣 所以他從來... 所以他一下車有人牽他 他就知道是要求婚的嗎 對 但我事後 我有跟他說對不起 因為你素顏真的是... 不能看 不是... 我說... 他說對不起 我後面直接不能看 然後為什麼 男生都會覺得 因為女生都會覺得 要上妝會漂亮 你要上妝... 但男生會喜歡女生 很原始的樣子 他不上妝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漂亮 我們要看喔... 好 可以先發衛生紙 要出門了 快 換裝... 你... 想像女生 剛才正的 太棒了 我真的覺得你很過分耶 對啊 妳穿那個帥 他梳油頭穿西裝 然後整個妝都帶好 然後你很有情魔生來頭髮 那天...那天其實也是很狼狽 現場也是頭髮亂搶 你是不是人啊你 你老婆如果靠這畫面 已經氣死 沒有 但是我覺得 他整個臉就是... 幾年後 看我哥說實在的 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很感人啊 很感人啊 除了沈玉琳在上面 剪出來 沒有出來 因為我就是希望剪出來 不要太煽情 所以玉琳哥進來 有一幾年都有合謀作用 而且玉琳哥超配合的耶 他推掉一個通告 然後提前兩個小時 跟我在現場等 我覺得整個畫面看起來就很像 因為他剛才那個很壯 郭彥甫還叫攝影師 給他自己一些很那個 武藏劇的鏡頭 那邊很霍靈耶 老闆的畫 你還有一張很像側面是這樣 沒有啦 是他們很有Sense 他們很會拍 對... 可是老婆對太過真實啦 你們女生會喜歡這支影片嗎 要是我看到一定氣瘋了 而且她的鏡頭比較多 她老婆的鏡頭好少 黃小柔黑色婚紗亮相 光光大力在揚 黃小柔有婚紗照也有不看的 聽說黑色婚紗這件事是 你寫一些跑的東西 對 那時候我就... 很好看耶 我好喜歡 我就先拿我的設計稿子看 我說老爸很虧的 可是我婚紗 我說啊 沒關係 我現在還有一天很美... 實實啊 完完整整都可 也不用在乎我的感覺 她說你... 而且我看你在介紹這個婚紗照 我可以感覺到你那個實驗 然後我聽到我就... 就開始一直哭著哭著 你說啦 你太太看了以後 高興嗎 這個影片 她其實現場她看影片 她真的還滿高興興的 那就好 然後小柔有婚紗照給我們看對不對 對... 聽說黑色婚紗這件事 是引起了一些討論是不是 對 那個時候我就... 很好看耶 我好喜歡喔 我好喜歡 剛開始是跟我媽討論 對 我媽是完全反對 她是說 王小人完完全全都沒有再顧慮 人家的心情 人家今天我就說什麼心情 我說是我的婚禮啊 她說你要想想看 今天所有的賓客來到這邊 看穿黑婚紗出來 大家會不會覺得就是 有被觸眉頭的感覺 所以久遠黑婚紗真的... 那其實主要是在於 雙方的長輩對於黑婚紗 能夠接受的話 其實我想新人有更多的夢想 就是說甚至自己的特色 去完成她的婚禮 所以什麼樣的新娘 比較傾向會選擇黑婚紗 像我之前遇到的話 她本身就是做服裝設計的新娘 所以呢 她的... 設計師們比較喜歡 對 比較有藝術家的性格 所以小柔當時媽媽這一關怎麼過 她就說你先不用... 你先不用討論我啦 你先去問你公公好了 然後我就心想好像也是齁 都沒想到這一塊 我就自己有一天下午 我就真的開了車去找我公公 然後我就坐著我就跟她講說 老爸那個... 我就先拿我的設計稿給她 我說老爸那個... 我說我婚紗啊 她說沒關係 她很美...很美 我說不是 老爸那個... 我想要選黑色的 然後我就給她看設計稿這樣 她就這樣看了 她就...也沒講話 她就這樣抬起頭跟我講 她就說 其實啊 你完完全全都可以 不用在乎我的感覺 她說你就要做你自己 而且我看你在介紹這個婚紗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你那個喜悅 她就說 我們完完全全都不在乎 我們整個王家會跟你 當你穿黑婚紗 站在同一陣型 對啊 我會跟你認真... 就很認真地哭 然後聽到我就... 就開始一直哭 然後她拿吹風機出來講 然後又很開心就去 妳聽了就哭喔 當然啊 我也哭 因為我覺得你說因為... 公公看你哭不會尷尬嗎 沒有啊 他就說... 你本來就是要被支持的啊 你現在是我們王家的人 我們當然做什麼事我都支持你 公公怎麼會講這種話 因為他是讀書的人 所以他講的話都是非常... 就是會跟你打一針 那種振奮人心的那種話 我聽完我就立馬打給我媽 我跟你講 我黑婚紗訂了喔 拜拜 我覺得後來 結果黑婚紗設計出來的時候 其實效果...我很...很漂亮 非常滿意 很有氣勢 好像有人要做很沒人性的事情 就是他弟弟結婚的時候 他要去演 你不在 抱歉 我們來...兩位起立吧 好 我演了一個音樂劇 在他結婚那天 五月十幾號 你們兩個是雙胞胎 從小一起長大 我本來那天是下午 晚上可以搬回去 你知道 他結婚那天 我當作是我們郭家 一件非常大的事 一定得啊 是喔 那你還會不會吧 他結婚那天 你有去參加他的婚禮 我有 你全程參與嗎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家 非常重要的事 而且哥哥要結婚 我婚禮如果我姐沒有來 我根本不可能結束這個婚禮 不是 根本就應該... 應該要遷就對方的時間 當然要啊 而且現在其實還有一個月多 他就已經確定不能來 他在之前就跟我說了 不是 我以為... 衣服亂了 沒有 因為... 不是 因為國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哥哥結婚嘛 所以哥哥結了婚 弟弟的事就不重要啦 沒有 我那天... 我那天演完 我還是會趕回台北 一定會趕回台北 那天演完已經結束了 不會...你可以... 我還是會趕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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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從哪裡趕回台北 高雄 那結束了 我坐高鐵啊 坐高鐵 演完大概十點半喔 你到的時候人去樓空 各位 我們都沒了 那時候沒有高鐵 不要... 不是 因為我那個戲 很早就已經付近了半年前 好 那康熙給你講 你現在要講什麼 你講啊 OK 我... 我最...最親愛的老弟要結婚 我沒辦法去 那是我人生極大的傷痛 那那一天上台演出 我也是會皮削弱不削的這樣演出 那每天都... 每天都會做... 你們這樣做呢 等一下 我們那是行分座嗎 我們那是公演 公演 所以沒有售票 那所以說 不錯 夠了吧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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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付一半裝潢 我這樣就不要裝潢 就給他裝潢了 我覺得你演完也不要從高雄 趕到台北 你就整個裝潢都付這樣 對 這麼大 好累喔 因為不出席婚禮件 因為他是17號嘛 但我18號也有一場 所以我回台北之後 我四季又要再回到高雄 那就不要趕回來了 我就答應他 如果他要裝潢的話 你跟我講 我幫你付一半 你就裝潢預算六千萬嘛 哪有裝潢六千萬 十二一只花六千萬 哪有裝潢中東福啊 哪有裝潢中東福啊 其實我也要跟他說 就是他去演音樂劇也是一個 很大的邁向一步這樣 是啊 對啊 那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所以你願意接受這個安排吧 我願意接受 廢話當然接受 不是人嗎 好啦 那就祝福各位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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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